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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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來第二關 第二關是 掌握方向盤的旋轉 必須要繞過一些障礙物 加速換檔的部分 跟上映關是一模一樣 轉向的時候盡可能的貼近油桶 速度就會比較快 再來第三關 第三關就是 更快速的轉向 一樣的加速方式 我們盡可能讓車子垂直障礙物 全程都不用放油門 油門踩到底 特別要注意的是 不是過了門才開始轉彎 過門之前就已經再轉彎了 這樣車子才會跟門垂直 方向盤轉附近可能的小 第四關是 下車 當我們後視鏡 碰到紅色水桶的時候 就開始下車到底 第五關是 速度比較快的下車 當藍色水桶快要從 右邊的A柱出現的時候 踩死下車 下車 到右邊的A柱出現跟白色水桶重疊的時候 才開始下車 另外就是 轉速到極限的時候 稍微再拉一下再換檔 不要立刻馬上換 可以參考我的換檔速度 同時降檔 同時降檔 這次是第七關 它給了很大馬力的車輛 速度非常的快 我們要用旁邊的黃色水桶 從左邊的窗戶出現的時候 開始煞車 同時降檔 第八關 過完 這關完全不用下車 到左邊紅色的標誌 從視野中消失的時候 開始輕輕轉向 車頭要碰到左邊紅色邊線的時候 上開油門三分之一 前方那個有人的綠色標記 跟車子正中心重疊的時候 就可加油門出彎 我抽到什麼咧 喔~~ 不認識 yeah~~ N200 好 那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駕駛學校攻略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記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新的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